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二到访特拉维夫 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进行会晤 并表达德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他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表示 鉴于历史上德国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德国更有责任维护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 他还警告伊朗和珍珠党不要卷入中东冲突 就在周二 伊朗南部发生里市五点五级地震 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预计周三 舒尔斯还将访问埃及 与塞西总统讨论加沙局势和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返回以色列 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再次前往安曼 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晤 希望阻止战争升级 约旦抗议者在以色列驻约旦安曼大使馆附近 与警察发生对峙 抗议周二 一个加沙医院发生爆炸 地方当局表示 爆炸已造成上百人伤亡 以军则澄清 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误射火箭攻击了医院 周一 以色列宣布 哈马斯中央加沙旅负责人 埃曼诺法尔确认死亡 这是开战11天以来 哈马斯死亡的最高级别领导人 在加沙走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以军还成功击杀了哈马斯情报总局局长 另外 以色列驻韩国大使周六表示 哈马斯正在使用朝鲜生产的武器 多家媒体报道 以色列已向美国请求 100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 已被战争升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综合报道